第27课 小步舞曲 这一课是小块板 主要呢 分句是第一位的 另外呢 要谈出非常优美的身影 那也就是说 要比较连奏 下剑要慢一些 要移动得非常自如 手腕要帮忙 那么从第一句开始 这是两小节一句的 虽然第一个音这里写的是弱气 但是因为是三拍子的 我们知道三拍是强 弱 弱 那么这个音在强 但是它又是在弱的表情记号里头 那怎么谈呢 又要强调 但是又不能强 那怎么弹呢 就应该是这样 如果第一个音强 那就很难听 那就很硬了 如果是 这个音又强调了 又是三拍的第一拍 但是又非常美 我再给大家弹一次 这里 第七小节 还有一个trill 就是颤音 那么这里的颤音呢 因为是一个四分音符 所以可以弹五个音 从本来这个音开始 如果你的颤音弹得非常好 你要多弹一点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的意见是弹五个就够了 好 左手呢 左手呢 分句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这里有一个换气 有一个分句 所以一定要弹出来 这个分句一定要非常严格 不但声音要弹得好听 分句要弹出来 那么这里从第九小节开始呢 这一句是很长的句子 是四个小节 每一句 就是每一个小节 都是从降低开始了 就是说 那么这个音乐就推上去了 坚强把它推向这个整个这一句的高潮 我给大家再弹一次 换 这个呢 又有一个装饰奏 那么为什么我弹的 为什么只弹的这个还原咪呢 不是前头升降记号里头有个降咪吗 那是因为一方面 这音在前一小节是还原的 这个不是主要问题 更主要是 我说过这个要往下方弹半音 那么F的半音就是E 所以弹 所以弹 这个要注意 我刚才弹的分句 大家一定也看见了 是吧 从14到15 大家再看一次 这是第一拍 但是它又是个句尾 那么左手分句呢 也是比较要注意的 我从第九小节开始 修 修 二 三 这个分句就很有语气 那么这样就把音乐带出来了 你要想说的话 要让人家听得明白 从17小节开始 右手是很长的句子 有八个小节 那么这里呢 每两小节有一个表情记号 那么这个也要做出来 大家听见 它又是三拍子的 但是在这个三拍子里头 两小节连起来 又有一个表情 所以第一个音 虽然是弱的 但是要强调一下 这样就很有意思了 那么左手的分句呢 跟右手是不一样的 右手是很长的一句 左手就有好几个分句 从17小节开始 这个句子 这个句子 右手是这样的 左手是这样的 那么从25小节开始 右手有两个小节的颤音 那么这个呢 我建议大家 还是从原来这个音开始 那么这个音开始以后呢 上面两个音对底下一个音 也就是说 上边是弹成16分音符 那么底下是8分音符 所以是两个音对一个音 那么到了第27小节 正好就结束在 F上头 那么右手呢 要分句子了 这个分句 大家听见了 那么左手呢 29小节 30小节 是一个二分音符 第三拍是休止符 一定要弹出来 我再从25小节 把左手的句子 这里是比较长的 有五个小节 这样呢 语气就都出来了 颤音呢 在右手的颤音 大家要注意 弹得很平均 要弹得很平均 这一刻 主要就是讲这些 请看示范 星期间的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